这是1992年枪决北京七六大人主犯张红奇的真实影响 张红奇早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 因为父母都过多厉害和私有管教 张红奇少年时期便开始与街面的混混玩到了一起 逃客等时更是家常便饭 这些街边混混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张红奇的三观 其中一个绰号叫黄鼠朗的混混各自天天相当传地隐秽思想 并同时炫耀自己交往过多个女朋友 而这也更加刺激到的年少了张红奇 眼看张红奇又大约缺乏管教 父母决定把他送到军队里进行管理 而他却并未及时地将身边那些保家卫国的好士兵作为自己的榜样 而也没等他们用足够的时间帮他重塑正确的三观 他并因训练艰苦而以兵驾步由打漏出来 而这次兵驾也酿成了后来的悲剧 1992年7月6日 张红奇在小独边抓住了正方就回家了七岁女童丹丹丹 并试图对其进行侵犯 丹丹则因为过于害怕而一直尖叫 但这也彻底进入了张红奇 他在丹丹肚子上连吃八道 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最终警方成功将张红奇追捕归案 而张红奇在被捕后才终于认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恶行 并喝到大哭起求原谅 但此次等待他的也只有死刑这条道路了 1992年9月14日 张红奇被执行枪决 10年18岁